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首先,我们来看看密西根州的一个乳牛场工人感染了轻流感,成为美国第二个确诊病例。 虽然这种疾病在牛群中传播,但对人类只会引起轻微症状。 CDC表示,对公众的风险较低,但建议与乳牛密切接触的人员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中国,呱呱乐彩票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受欢迎。 过去三个月,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38.9亿元,同比增长了81.4%。 这一趋势部分归因于经济焦虑和挑战性的就业市场。 虽然呱呱乐给年轻人带来了及时满足,但一些专家预计政府可能会介入调控这一现象。 最后,我们要悼念加拿大名记者和广播员雷克斯·莫菲的事实,他享年77岁。 莫菲以其犀利的评论和丰富的词汇闻名,虽然他在政治上颇具争议,但他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展示了更温和的一面。 莫菲的去世是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密歇根州一名奶牛厂工人染上了禽流感。 这是美国第二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尽管该工人已经康复且症状轻微, 卫生官员仍表示,普通公众的感染风险较低。 自2003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880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主要集中在禽类市场较多的国家如埃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 虽然美国的病例都较轻微, 但禽流感在其他国家曾导致严重感染和463例死亡。 专家表示,病毒的变异使其更异感染哺乳动物,尤其是奶牛, 这可能增加了人类感染的风险。 Yahoo! US报道,呱呱乐彩票在中国的年轻人中迅速走红。 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们推波助澜,促使销售额大幅上升。 过去三个月,呱呱乐彩票的销售额达到了38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1.4%。 专家认为,这一趋势部分归因于经济放缓和高失业率。 尽管中奖几率低,但呱彩票的及时满足感吸引了年轻人。 观察家认为,这在与中国年轻人逐渐拒绝传统高强度学习和工作的躺平文化有关。 尽管目前呱呱乐彩票的热潮可能会持续, 但也有人预测政府最终会进行监管。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知名媒体人物雷克斯·莫菲因癌症去世,享年777岁。 莫菲以其犀利的评论和复杂的语言风格闻名, 尤其是对自由党和总理加斯汀·特鲁多的批评。 他曾在纽芬兰省的CBC电视台工作, 并因揭露省长乔伊斯莫伍德的腐败行为而声名缺起。 莫菲的媒体生涯横跨电视、广播和报纸。 他的评论常引发争议和讨论。 他在国家邮报上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于5月7日发表, 继续批评特鲁多。 莫菲的去世引发了广泛的悼念。 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语言天赋和独特视角的媒体巨人。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抵制议员们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 尽管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已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在下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评论员西瑟·麦克福森挑战特鲁多表明立场。 特鲁多回应说,加拿大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承认巴勒斯坦国, 但不一定是作为最后一步。 他强调需要建立通往持久和平的可信路径。 同时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拒绝两国解决方案的努力, 并指出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区,且尚未放下武器或释放人质。 自由党议员萨尔玛扎西德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倡议, 认为这不必等到巴以所有问题最终解决。 但其他自由党议员则表示谨慎,认为在哈马斯控制加沙的情况下, 承认巴勒斯坦国需要各方谈判和以色列的安全保障。 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则认为, 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有助于推动中东和平。 南华早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 标志着新冷战和核威胁的临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后, 普京的到访可能预示着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的开始。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拜登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和其他战略商品实施了新关税。 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驱动, 并强调中国将采取坚决,措施捍卫自身权益。 中俄两国在联合声明中重申, 核战争没有赢家,且不应被打响。 普京选择中国作为他第五个总统任期的首次出访, 表明中俄伙伴关系将共同抵制美国霸权。 尽管习近平在欧洲访问时试图避免新冷战, 但普京的到访表明这种努力可能已成徒劳。 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强调核武, 气不应被使用,核战争不应被打响。 这一立场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重申。 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监狱局将于明年, 因允许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先已关闭的监狱中, 看守对女性囚犯进行性虐待而面临审判。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伊冯纳·刚萨雷斯·罗杰斯 在首次公开听证会上还命令外部法律专家 继续处理被转移到其他联邦监狱的 约600名女性囚犯的案件。 许多被转移的囚犯声称在转移过程中遭到虐待。 法官安排了2025年6月23日的审判日期, 并在9月9日举行案件管理会议。 原告律师阿玛里·蒙特斯表示, 他们愿意与政府达成和解, 但必须包括医疗和心理健康护理等持久性改变。 联邦监狱局表示感谢法官的工作, 并准备与法官和外部专家合作。 然而监狱局对正在进行的法庭事务未做进一步评论。 去年8月,FCI杜柏林的囚犯起诉联邦监狱局, 指控其未能根除性虐待行为。 Foreign Policy报道, 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在巴厘岛 与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会面, 讨论了马斯克在印度尼西亚推出的 Starlink卫星互联网服务。 维克勒·马辛哈在会后表示, Starlink的扩展可能对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 具有变革性意义。 尽管马斯克的Starlink服务已在99个国家推出, 但在南亚仍未上限。 南亚市场因其庞大且年轻的人口, 不断发展的技术部门, 以及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承诺而急剧吸引力。 然而,财务、法律和后勤方面的限制 可能会影响Starlink在该地区的前景。 尽管南亚互联网普及率迅速上升, 但仍拥有9.89亿人未联网, 这为Starlink提供了机会。 然而,Starlink的高成本和在恶劣天气下的表现不稳定 可守,能会让许多南亚用户望而却步。 此外,许多南亚政府对外国公司的运营 有较强的影响力要求, 这可能会让Starlink感到不适应。 尽管孟加拉国已同意为Starlink提供许可证, 但服务核实上线仍不明确。 印度接近达成许可协议, 但仍需解决数据本地化问题。 Nikai Asia报道, 日本国际游客消费创下新高, 但数据显示游客更加节俭, 导致企业面临利润薄弱的风险。 2024年第一季度, 外国游客消费达到1.75万亿日元, 比去年增长73.3%, 比2019年同期高52%。 然而,单个游客的消费却在下降。 2022年为234,524日元, 2023年为212,764日元, 2024年第一季度为208,760日元。 虽然日元贬值, 但游客的消费并未显著增加。 2015年中国游客的爆买热潮后, 游客的消费兴趣逐渐减少, 过度旅游和娱乐选项不足也影响了消费。 尽管住宿和餐饮消费有所增加, 但购物的比例下降。 游客更倾向于免费景点, 如铁路道口、京都购物区和神社。 部分游客甚至炫耀不付费, 乘坐新干线, 重复使用滑雪缆车票等行为。 面对这些问题, 日本政府在2023年春季提出了更高的旅游目标。 包括在2025年实现5万亿日元的总消费 和20万日元的单人消费。 尽管日元贬值帮助实现了一些目标, 但如果日元升值, 依赖低价吸引游客的旅游业, 可能会受到冲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